那個實際後座用戶的體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受喔 有沒有後悔 雖然我不是跟你說大概開個半年 常說就可以你知道 後座就可以處理掉了 他壽命只剩半年了怎麼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囉 everybody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 老師推車 今天來到現場是2017年的 馬沙拉蒂的 Lavande 是不是 怎麼唸 Lavande 拉啥 你說拉啥 拉公子 哈哈哈哈 你說拉啥 反正就是這個馬沙拉蒂的休旅車 好不好 這相信大家已經看過這個 前導片了 型號是S版的 當初新車 其實新車因為外匯車價錢也搞不太清楚 應該是600多萬 2979cc 然後430匹的馬力 59.1的樣子 公斤米牛力 這個規格表放下 四輪傳動的 首先帶大家看一下這個車的外觀 最喜歡的也是最著名的就是這個 可是這個超大的這個進氣壩 我跟你講有一個缺點 裡面常常會卡一些樹葉啊 很垃圾啊 真的嗎 你在開的時候如果有一些那個 塑卡路卡有沒有 還是樹葉 真的就進去喔 所以每次停完車拿一下有點掉漆 然後再來一個是我覺得它這個質感比想像的差 它這個是一個非常輕非常輕的塑膠 你看我這樣搖都會覺得你有沒有覺得它在晃動 我覺得以我的力大無窮一拳300磅的這種 一扭它應該就斷了 以後在路上看到馬沙拉蒂知道怎麼報仇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啊記得這個牌子不要 然後你看 它這個大牌我想一下怎麼改進 這個很掉漆耶 它開了一隻光眼光 我要介紹車不是在顯拉喔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這個你看它下面 它這裡有看到有像雷達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它下方跟上方都有 側邊還有在兩顆 所以這邊看起來是六顆 可是有一顆一直在誤判一直在叫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顆 到時候我再研究一下 好不好 霧燈 還有瑞利的頭燈 新款的馬沙拉蒂藍標 然後它這台車用了蠻多地方 是用輕量化的鋁合金 譬如說這個 給你們聽聲音喔 聲音不一樣 所以這個鋁合金的 敲起來聲音比較沒有那麼清脆 如果是鐵的聲音敲起來會很清脆 悶悶的聲音不一樣 前蓋跟後蓋都是用輕量化鋁合金系統 265 45 20 搭配的是這個輕量化的鋁圈 然後它這用的是一種霧銀色的 深色跟淺色的搭配 我覺得 我講蠻有質感的 觀眾朋友應該會不相信的 遇到這個七辣什麼壞處都變好處啊 如果是個你交代一個女朋友 是你心儀的女生 然後她都不理你 你就覺得哇好棒 她都不會煩我 如果這個女生是你覺得沒那麼喜歡 她都不理你 說幹那我搞那個七辣沒效 都沒效 說法就不一樣了嘛 然後它是這個六活塞 對像六活塞卡鉗 當初是不會無代工的 四支都是氣壓的懸吊系統 總共會分成五個段位 那平常是在中間的level 然後會依照時速做下降 接下來我看到這個 好馬沙拉D的這個精神指標 就是這邊一定要通風孔 跟後面要有一個 吸柱的地方 要一個大叉子 然後它有配車側盲點系統 鑰匙呢 是這個摸門的 遠離的話它會上鎖 而且它還這個 有遠端的啟動功能 剛剛鎖是開的對不對 我按啟動以後它就先鎖起來以後 再發動 以免你遠遠的發動的時候 有人開車門走 你如果是在拆鎖的狀態之下 它是不會發動的 輪乎 車側的下緣都有這個 防刮的一個材質烤漆 那來看一下屁股吧 肥臀 四出的尾管 那一樣中間有一個 銀色烤漆的做點綴 那一樣這塊也是 輕量化的 然後搭配這個 腳踢尾門 看到我的箱子沒有 質感 這就裡面沒什麼 這幾個東西可以放東西 看起來不會那麼雜亂 然後我有添購了一個這個 因為怕載東西傷到它原本的面板 後車箱我覺得不算大啦 普通啦 那有一個不錯的設計 你從這邊直接按上鎖 它關完尾門就會上鎖 或者是你可以不上鎖直接關尾門 那它設計在這個地方有好處也有壞處 這個讓女性啊 或是沒有那麼高的人 都可以很輕鬆的按到 問題來了 小孩子也按得到 很夾死 沒有它有防夾啦 我上次有一次 按然後被它敲到頭 它就停 所以我確定它有防夾好不好 我跟泰山一樣要用頭去試 哪一片記得嗎 放一下 給大家回味一下 它的尾燈也非常有家族特色 它連它們的Ghibli 都大概是這種紅白色的尾燈 然後形狀都是做的蠻相似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內裝 上次都看過啦 來 比較髒 因為有在用 不好意思 真的有在用 那這個好像12項電動椅吧 然後 當然我有去買一個這個閉光電 因為在家裡是車庫 但是在公司是曬太陽 所以我還是幫它電一下好不好 以免以後造成無法往回的遺憾 然後以這個無框玻璃的車來講啊 我覺得它的隔音算很好 你看它的玻璃是雙層玻璃 非常厚 對不對 它隔音真的算很好 然後包含它所有的這個膠條 所有的膠條 還有底下這個 厚膠條 然後粗壯的B柱 非常厚的這個隔音膠條 我覺得這個車 它的隔音比我想像好很多 因為無框玻璃風切聲 是很大一個罩門 所以以無框玻璃的車來講 我覺得這台車開起來 真的算隔音非常好 一台車子 然後它包含這個握把 都是金屬製的 如果不是金屬的 也是這個密度質量非常高的塑膠 因為它是握起來是有重量感 有冰冷的感覺 或是它的這個塗層是金屬的塗層 才有這種類似金屬的這種觸感 OK 然後它有一個我覺得比較BG的地方 其實它在四個門 都有設計這個開關鍵 四個門都有 對這很不好 如果小朋友就 小朋友就一直按啊 真的就會按開了 還蠻危險的 然後有時候 坐後座的人不小心想要撐一下把手 就卡 就按到中控鎖 欸我這樣是不是真的我是車主有在開 才可以發現這些東西 因為我老婆常常在後面幹嘛的 卡卡卡卡 呵呵呵呵呵呵 我很肚然欸 一打開我再收起來 後面有兩個出風口 跟兩個USB的充電口 好那後座椅背比較挺直一點 那我覺得 我覺得它頭枕不舒服 它這個頭枕就不是我喜歡的 我喜歡頭枕是 撐在眼腦的地方 發動一下 迎賓模式是不是 剛才有人講這叫迎賓模式 然後它有電動的可以調整的方向盤 然後我來試一下 這個這邊有一個避震器高低調節 高低的調節聽說可以到幾公分 八公分 八公分 對可以到八公分 所以八公分應該算是可以很明顯的 我先把它調高喔 好 再一次喔 很高耶 再高 還可以再高 對現在目前這一段才是最高的 喔它真的很高耶 對這樣是最高 好那我調低喔 好 好 先調低 兩段 那我調到最低囉 喔 它還在動耶 好了 這樣最低了 沒有我要調到最低 現在才要調到最低 好了這樣最低 很明顯吧 很明顯 這個引擎我稍微做了一下功課喔 它是以法拉利F154的引擎為基礎下去研發 F154它是V8的 掃了兩缸變成V6 然後由馬薩拉蒂在美國跟法拉利共同研發 之後呢 全部送回義大利的法拉利工廠 由法拉利來組裝 所以它裡面的一些周邊的零件的料號 還可以看得到法拉利的字樣 然後你看 兩個進氣的 旗管 它有兩個這個叫做什麼 空氣濾性器 然後像牛角一樣匯入 從這邊中間進氣 就是它的節氣門V6引擎 可是這個很複雜 因為我記得沒錯他們以前是死對頭 可是後來因為這個 後來被併購了 好像是被法國的那個菲亞特的 它叫什麼PS PSA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它最後就是落到法拉利手中就對了 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啊 這個引擎在很多的Alpha的車系也有用到 所以它有一些發電機啊等等的東西呢 又跟這個Alpha的某一些車系的料號是一樣的 對我們來講的話我們爽的話就是說 幹啊這個 再怎麼樣都要跟法拉利沾上一點邊嘛 是不是 好我們就把它當作說 我終於接近法拉利一點點了 這樣的心態來開它就好了 好看一下室內吧 那這個是好像叫什麼 MT什麼小的 MASADY的一個藍牙的系統 然後支援這個Apple Cardboard 可是要用連接線去連接啦 按讓MASADY它就可以操縱所有的東西 那包含這個車輛的設定 就從這個介面都可以 好包括盲點的開啟關閉啊 前後雷達的開啟關閉啊 你倒車要不要 後視鏡要不要折起來啊 你上鎖的時候要叭叭 還是只要閃兩下啊 等等等等 很多很細的東西都可以從這邊控制 然後雙恆溫的系統 那它的顯示也都是在這個中央顯示幕上面 好所以這邊只提供一些實體的按鈕 據說是這一套系統是不太好用的 所以我基本上我也只有聽垃圾油而已 那我覺得這個義大利的車子的溫度的設定啊 跟我們常遇到的德系或日系車有一點比較不一樣 我如果調到大概25度 在台灣應該算是我們希望是一個舒服的溫度對不對 可是基本上25度它是偏熱的 就是它的體感溫度 就數字上面的溫度啊 都會比我們習慣的一般的車來的高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介面 我覺得這兩根也是類似金屬的這種質感的快撥 我覺得蠻喜歡的 我看了那麼久的車終於找到不是塑膠的換檔快撥了 可是唯一一個是它不跟著方向盤走 然後比較特殊的是它的音量音響的控制的介面 是在你的無名指跟中指的這個後面 然後這邊當然就是它的控制窗的介面 跟接聽手機啊等等 好然後這邊就是一個陡坡緩降的按鈕跟定速的按鈕 那這邊有一個空白的 當初其實是有跟車可以選配的 我們這邊沒有 所以就沒有跟車 你看它這排行桿很難排喔 它這個排行桿很神奇喔 你看我現在它按鈕在前面 我這樣按鈕比較好排 我要去D對不對 然後我從D要去P 卡住 有沒有 過不去 對過不去 我現在R比較簡單 R這樣弄一下就好了 R去D也很簡單 可是你要P要去D啊 你要死命的 按到最後面 有沒有 現在是D 但是你現在要回去P 你看要跳R了 哇要再往前 所以要超大的力檔 所以一開始開的時候常常 會打錯檔 會打錯檔 你如果太急急忙忙 就是空檔 對 有時候你在那個迴轉的時候一次沒過有沒有 很緊張要快點再排D檔有沒有 你就很容易去排到N檔 跟大家分享這個落賽的地方 這邊就是電動這兩連 電動這兩連基本上我都是全開的 我就不關了 然後有一個天窗 我還以為 到底了 就這樣 對就這樣 看起來是大天窗 但是只有一個小天窗可以開而已 然後我覺得它怠數很吵 它現在是一般模式對不對 現在是一般 現在是一般模式啊 一般這麼大 它怠數很吵 然後我現在按Sport的怠數更吵 超吵 它這個Sport的模式怠數很吵對不對 可是當你開起來以後就不會了 所以我懷疑它的閥門不知道是 故意有擋住或是什麼 我不知道 它應該是 它的閥門是可變的 一般我們去改那個排氣管閥門是只有開或關的 但它這個好像應該是會跟著它電腦的調教 跟你設定的模式 它那個閥門的開啟有不同的變化 好不好 這個叫做排氣管的魔術師 沒有 這我發明的 我不知道 因為以前MASAID都有那個傳說啊 什麼排氣管會調音什麼小的 我是不知道真的還假的啦 好不好 聲音的魔術師 我也是聲音的魔術師 我可以很自由的控制每個女生 所以 剛好開到這台也是聲音的魔術師的車 好不好 那我們就出去試開一下 走出發 Go Go Ultra DASH Z3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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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首先 這台車第一個很落寨的地方 它的後照鏡超大 A柱超出 視野很差 好 但是這個沒辦法 車大台就要做大一點的 它這個不是有Sport的按鈕嗎 它除了油門比較靈敏之外啊 然後當然它的那個點火跟退檔的那個邏輯也會改變 可是我覺得那個東西很像媽毒品 你知道嗎 就是一當你按過它去開了以後啊 之後像我現在開 我們現在目前開是沒有用Sport的模式啊 你開了你就會覺得很龜 當你用過之後 試過之後 無法自拔了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開下去 好開下去聲音就不一樣了 有時候這個車開出來在地下室啊 或是在比較寧靜的社區 都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即使你是開沒有Sport的模式 還是一樣會有那種砰砰砰砰砰的聲音 所以晚上的時候開這個車是要比較注意的 白天開是很爽啦 你看像外面已經那麼吵了 我砰砰應該沒人理我 哈哈哈哈 那有的摩摩車比我還大聲好不好 這個聲音聽起來是讓你覺得 你如果是一個對車有點興趣的人 有在開車的人 我覺得應該大部分都會認同它是月兒的啦 那這個車有著跟這個 我對於其他 欸我之前也有評價過 不知道哪一台車子有一樣的評價就是 它明明看起來體積很大 車頭很長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當你開起來踩它的油門 或者是你在過彎的時候 你完全不覺得這是一台很大很 人家說那個 啊我知道靈活的胖子 是不是這樣講 哈哈哈哈 阿丹你算靈活的胖子嗎 我有靈活嗎 幹完全你在講說我有胖嗎 哈哈哈哈 幹超沒志氣的 我就是胖嗎 哈哈哈哈 既然問題是說我有靈活嗎 就是有一個笑話有沒有 就傳一個訊息給她的女朋友啊 說這個寶貝我的 我不小心把腿撞斷了 啊現在小萱送我到醫院 然後她第一個問題是小萱是誰 對對對 絕對不是阿爸 啊你的腿斷了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車開起來我覺得是很愉快 然後我想去進化一下方向盤 我覺得這方向盤真的盤性很大 把它弄成平靶可能會好一點 我想把它弄成平靶 它其實是偏細的 握起來就覺得不是很舒服 而且它的質地是硬的 像它這一種的Sport的模式 但是我就覺得比較不屬於油門加速器的那種感覺了 我常跟大家分享有一些Sport模式 按起來真的很像油門加速器 只是說把你的那個油門的開度啊提前 然後加大 電腦曲線上並沒有什麼實際上的效用 但是像這種Sport的模式就是 它的公油模式 它的換檔都會依照你 因為你按了Sport模式而有了不一樣的曲線變化 然後甚至我們按到第二段的時候 它的避震器就會進入到 開一開幾百萬的車 一個雷達物偵測真的非常的落差 你想像如果旁邊今天載了一個馬子 上車很優雅的短裙 ONE PIECE 我不是海賊王喔 ONE PIECE是連身裙 有沒有 坐在旁邊這樣 就有它的一廷紅的B 開一開B 落差 你知道昨天有人傳訊息給我耶 他說他載了第一次約會的馬子 然後在停車的時候很尷尬很安靜 他本來想要學我 我說我的多急 還是沒能說出口 然後就說不要怕 說出來 很煩對不對 對啊 時不時就跳了一下 所以會有不一樣的尷尬感 我們最近怎麼說停車有尷尬感 這次不一樣尷尬感 你看 哪裡有東西 前面哪裡有東西 Kissi 而且我剛剛有檢查前面喔 沒有鳥屎沒有長東西 所以這個雷達應該是掛了 欸 接下來又可以跟大家分享 馬薩拉蒂的一個前雷達的大錢 哈哈哈哈 車買回來總是要花點錢嘛 你看隔音真的很好喔 我們現在隨便開一下窗戶要不要 我們現在剛有聽紅燈嗎 關門喔 關窗喔 嗯 聲音都不見了 對啊 你知道今天我從公司開出來 不是有人在指揮嗎 對啊 柯屁不是在指揮嗎 你聽不到對不對 我聽不到 所以我把窗戶搖一下 在這邊來來來來 蛤 夠三小 蛤 停 來 蓋了我就窗戶搖下來 真的聽不到啦 上次我同學說我要跟他唬爛 他說你們那天去牽車 然後不是先去加油 他說加油站 你跟他說什麼來來來聽 他說聽不到 所以他說他也把窗戶搖下來 我剛可不誇了怎麼可 今天我真的遇到了 隔音還真是好 前方有可轉向 測速照相 什麼叫可轉向 測速照相 測速照相 他有時候會照這邊 有時候會照這邊 他可以調的 現在你的那個 行車技術器這麼先進喔 連可轉向他都會跟你講 對 他應該跟你講今天是轉這邊 他應該要再更細緻一點 今天是你這一側 你拍前面 你看你現在就拍前面 現在前面有什麼 現在前面有什麼 什麼都沒有 這個我當初這一台是這個 四輪傳動430匹馬力版本 它Sport的兩段 第一段只有這個 油門的反應變輕快 因為你在按Sport的時候 你還感覺出它有重量感 這台車大概有2100公斤左右 0.31超低豐富 我本來以為它沒有盲點 後來它經由這個 中央的控制螢幕 你可以去控制很多 但是那個什麼 唯一的就是它是英文介面 那我有去問 外面好像可以改成中文介面 大概花兩萬多塊錢 然後你不覺得英文比較有sense嗎 好 跟劉英文就好了 那是 我看不見 我看不見 你看不見 你看不見 你現在手機拍它 它就可以直接翻譯 用照相機 即時翻譯 它就可以即時翻譯 我上次就是這樣找到盲點 盲點它上次關掉 我還以為我中槍了 你知道嗎 我看它鏡子有一個小三角形 回來都沒有看它亮過 那片 它只有盲點 選配盲點鏡片而已 後來真的從中間可以打開 然後剛剛說那個Sport啊 按下去之後 你除了這個車身變輕快以後 它當然它會延後換檔 然後除了延後換檔之外呢 它當然你像剛剛我們比較 急減速的時候啊 它就會有那個 退檔的時候提速 提短速 就跟我們之前試過一些 比較競技的一些車一樣 那當初其實為什麼我會 喜歡這台車 大家都講說這個 馬殺力問題可能會很多 但是我是看到它是 用ZF的八速手自排變速箱 那我對於這顆變速箱 就跟我們之前BMW 我最喜歡的BMW那一代 F4代的一樣 八速手自排 所以我會覺得說 至少我可以撇除掉 這個變速箱的疑慮 0到100的加速5.2 這麼大一台2噸1的 庞然大物喔 0到100加速5.2 而且我跟你講 你時速到130的時候呢 它的避震器會下降一個 它避震器總共有五段 平常就是維持在中間這一段 然後你開到130的時候 你都不需要做任何的動作 它自然而然會幫你下降一段 你開到150超過 它自動默默在幫你下降到第二段 然後你照這樣的比例看起來 你開到200的時候 你應該整台車貼在地上 沒有啦 五段而已啦 上兩段下兩段 加中間這一段五段而已 然後呢你時速呢 如果又回到了100以內 它自動又幫你調回原來的 中間的水平的位置 好這都是它自動調整 這個我們就開始會有一個疑慮了 會不會很容易壞掉 因為它很頻繁的在上上下下 而且啊 你如果說你的這個 邊際是調高的狀態對不對 你一旦停車 你開車門準備下車 車身會往下降 讓你方便上下車 所以這個 有一些開這個車的朋友 像佐董就會分享說 這個車你到達定位 你準備下車你就要等它一下 然後我最喜歡的就是它那個 極加速的那個換檔的聲音 這個就跟那個 我們之前也是在這條路 試那個手排冰式放炮一樣 它這一台它不會放炮 它回油不會放炮 它會 提轉速 它換檔的時候 會有一個金屬的 感覺是那種 排氣管有回壓的那種 換檔的聲音 非常好聽 非常迷人 我那天 有一天好像直播完回家吧 很爽 很快就到了 而且你開到那一個速度 你完全不會覺得 現在速度有到達定位 如果它隔音好 底盤好的車子 就是會讓你開到那個速度 你會覺得 你的體感的速度是更低的 你如果塞到那種 你塞到那種 你塞到30 不會輸到那種 你覺得你自己要開80 開到50 你以為自己開100 每次又是在這個隧道 就像遇到一個女孩子 你輕輕碰她一下 她反應就很大了 有沒有 有的女孩子 我跟你講你苦瓜都拿出來了 還是還好而已 就類似那種感覺 有沒有聽到 砰那個聲音 排氣管回壓的聲音 很好聽 有 有沒有 有 然後我現在退檔 好 我跟你講 這一個車我開它 我最開心的時候 就是聽它的那個 急加速 急換檔 急退檔的聲音 你知道那個聲音啊 我聽起來很像是我們從小到大在玩賽車遊戲 小時候我那時候玩GT嘛 現在我不是在玩那個地平線 我覺得啦我只能在電玩遊戲裡面聽到這種引擎的聲浪 可是在現實生活中竟然被我聽到 開了這台車以後啊 多了很多喜歡出去開車的那種心情 像通常我家不是住山上 然後我們回家以後其實通常都不會出門 某一天晚上我老婆跟我講說好渴喔 好你要喝什麼我去買 有沒有為什麼想要享受這個想要開這台車出去 就是繞一繞而已啦買到一台自己喜歡的車 你就無時無刻會想要開著它 就跟交到一個 你喜歡的女朋友一樣 你無時無刻都會想要跟它怎樣 怎樣 談天 其實在我們前面的影片之後 我有收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問題 酸的也好啊 當然好的居多啦 你知道導陽哥總是比較少的嘛 那有一些他們就會去說 哇這個車折價這麼高 去買這個車子 就怕剩很少 那我也講了 我們這個心態跟9妹的心態是一樣的 我們圓了這個夢 我自己心理就建設好 我開車的時候就開一年 那我自己有一個心理建設 譬如說撩一百萬 我是不知道到時候會撩多少啦 因為我也不知道這段期間我會花多少 那這個車跟我們菲亞特500一樣 這一年裡面我們當然 我這台車這一年裡面 我保險保了多少錢 我去這個保養保了多少錢 我去幹嘛 我都會跟大家做一系列的分享 那我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有一天我買得起這台車 那我到底回來 我還有沒有錢可以養它 那第二個 還有的網友會說 那不就一台馬沙拉D而已 有什麼好哭 有什麼好感動 不是 感動不是車本身嘛 感動是行為嘛 對嘛 好我覺得這個 這是心意的問題 不是錢的問題 對啊 那當然我知道說 這樣子的車價 對於某一些 可能他出生就 家裡就很好過的人 生出來 就含著一個金色的東西 對不對 有的人一出生 不是早上都要用燕窩漱口嗎 不是正常的嘛 對不對 有這種人嘛 我們沒有啊 當還有一些講說 好像是炫富嘛 可是其實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一點都不怕人家笑 這個車我去 後來我真的去貸款 你真的貸款啊 我真的貸款啊 你們自己去查車牌 這後來你們都知道吧 你上公路網一查 這個車就是有被設定啊 車這麼好賺 小失誤啊 賣車要求啊 貸款 就是貸款 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什麼好懷疑 所以我一點都不認為說 我們是富有的 學會投資 不如學會投胎嘛 自從我出生的那一天起 我就知道我沒機會 因為我是接生婆來生 哈哈哈哈 我出生的時候 看到怎麼會是一個接生婆 有沒有 一出來一組三合院 一生出來就是那個 破破的熱毛巾來包 可惜啊 我怎麼會跑來這裡 難怪生下來就會哭 就哭了啊 哭得很大聲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很多啦 反正我覺得這個沒什麼好 好那個 我們就是這樣辛苦啦 試一下山路 山路真的 我現在是一般模式的避震器 就真的是 騙軟很像船 它雖然這個過坑洞 你看處理得很好 它過坑洞啊 減速波都很舒服 但是它過彎的時候就 不行 你就覺得 欸 這個龐然大霧怎麼會側起 好那我現在把它挑到 第二端的Sport 那避震器應該它 已經變硬完成了 那之後呢 確確實實喔 你就可以感受到 避震器它是 變成運動化的 好像有耶 有啦 很明顯耶 退檔 光這個聲音 就可以讓我 歡樂一整天 其實剛剛速度沒多快 無視而已 哈哈哈哈 聽這個聲音就很爽啊 它這個油耗有沒有 平均一公升是9公里 那我測過了啦 我上次算起來 是差不多一公升8公里 但是我是消氣喔 哈哈哈哈 我是消氣喔 我真的是消氣喔 因為 你這樣 你聲音就沒有感覺了 我上次消氣到我老婆說 把車賣掉 哈哈哈哈 有一些車友有分享 它不是有雪地模式嗎 那一般我們都認為說 雪地模式台灣用不到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 有人在用 不是去屋裡在用 它平常開車也會按 因為雪地模式的起步比較緩和 所以它說當它在家人的時候 它會按雪地模式 喔喔喔喔 比較舒服一點 對比較舒服 好我現在按Ice 有沒有 那它Sport就跳掉了 真的耶 起步變比較緩和 它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我覺得 它會一直在變前輪跟後輪輸出的比例 這台車很厲害的是 它的配重也是接近前50後50 1比1的配重 然後它比較特殊的是 因為它四輪團動有沒有看到 它一直在不斷的分配它的前後輪 不過聽說它在正規的狀況之下 是後輪驅動的 等到覺得不行的時候 它才會改變這個輸出的比例 啊還有另外一個 有人不是說現在什麼380就有新的 有沒有 等級不一樣好不好 輸出馬力也不一樣 配備也不一樣 像這種比較高階的車子都會有選配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你買到這個 兩年的二手車 選配比較多的價錢 可能跟陽春基本款的新車價錢一樣 這種情形也常發生 透循也常發生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差異而已 因為那個 有一個神經病啊 他就一直說他自己是蔣中正 你問他說愛你是誰 他說我蔣中通啊 然後他就被送到精神病院區 醫生就不斷的幫他治療啊 開導啊 講到最後已經治療了一個多月 愛你是誰 我蔣中正啊 怎樣 不知道怎麼語 後來呢 剛剛好那個時候又送來一個精神病人 症狀一樣 你問他是誰 他說我蔣中通 你不認識喔 然後想個辦公室 他說那不然這樣啊 這世界上不可能有兩個蔣中正 我們把他們兩個關在一起 關一個禮拜看會怎樣 然後就關一個禮拜放出來 第一個問他 現在不可能有兩個蔣中正了吧 我現在問你你是誰 蔣中正啊 兩個 美好 好第二個再放出來 說他蔣中正 你誰 對不起醫生我知道錯了 我不是蔣中正 自豪一個也不錯對不對 好那你是誰 我是蔣夫人 被處理了 這車要嫌什麼啦 這樣啊 不香嗎 很香啊 但你覺得應該蠻香的吧 對你來講應該覺得更圓對不對 對啊更圓 沒關係 我們這個小市的勵志故事 就是在跟大家講 你只要努力的工作 再加上一個好的太太 再加上銀行可能貸款欠你錢 你就可以開馬薩阿利了 那個 快300萬很像在貸房貸 你知道嗎 超硬的耶 你知道我那個 山上的房子也才買幾百萬耶 買不到500萬耶 然後再來就300萬 對啊 你不覺得很可怕 這會折舊 那個還升值耶 買這個會減損 所以這個還是一個負資產 好不好 車子還是一個負資產 好啦 試了差不多了 反正這個車是一個長期的分享 之後呢 有遇到貼車阿 你們就有影片看了 對不對 貼車貼車嗎 我怎麼知道 你問我我會不要啊 我才買BMW218的時候我也不要貼車阿 我也沒有 不是我不要貼車阿 我根本就沒料到 屎尿未擠 那這一台我就有做好這個心理準備 我說實在 有可能喔 真的喔 我怕阿 但我覺得總體這個車開起來 我是覺得比之前開的凱焰 我比那個還要喜歡啦 那時候凱焰就很爽 白色那個有沒有 沒有喔 那是爽死喔 哇靠 人家滾死了 我可以開看看 我好像沒有很好做 沒有 世代不一樣 你現在去找美鳳姐 哈哈哈哈哈哈 世代不一樣 世代不一樣 好不好 好啦那今天分享先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分享留言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掰掰 小鈴鐺 小鈴鐺 那個實際後座用戶的體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受喔 做了兩個禮拜了嗎 覺得很跳 有嗎 嗯我在後面 跳來跳去的 它已經算是很柔軟了耶 沒有我覺得有點跳 快點跳 跳回來 有沒有後悔 有有後悔 哈哈哈哈哈哈 非常後悔 所以我不是跟你說 大概開個半年 差不多就可以你知道 差不多就可以處理掉了 它說明只剩半年了怎麼辦 哈哈哈哈哈哈 不過應該還蠻有安全感的吧 隔音很好耶 我覺得很吵耶 引擎的聲音太吵了 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個噪音 因為我都偷開始偷 對 非常吵 反正就很不滿意 不然三個月好了 我覺得半年有點吵 不該用正常了 哈哈哈哈 大概三個月差不多了 不行 那貸款還沒還完 不行 哈哈哈哈 不然你就先放著好了 就放著 不行 誰叫你要偷開什麼 什麼什麼之類的 偷開什麼 Sport 你看吧 所以這個 奉勸各位 齁 在老婆的時候 不要開Sport 哈哈哈哈哈哈 這才開車才有樂趣 每天出門就很開心 本來心情很不好 要出門上班 就開了車就 哇 好像心情好一點 就跟我老婆在家的功效一樣 本來上班也不愉快 一回家看到老婆 哇 開心 還是三個月 不好意思 好了 結束了到公司了 應該不用再做結尾 用昨天結尾就好了 好不然給你結尾 來 好最後結尾請加我的IG 你看阿呆一樣 都自肥 阿呆也都會自肥 放自己的IG 對 我有發現 而且你IG是不是人數有爆增 那一頁多了四百多 哈哈哈哈 好賤喔 記得我的IG喔 所以我跟你講 這樣可以改善阿呆的憂鬱症 你知道嗎 就會有人關注一下 對然後他就會發文 就會分享一下他的內心世界 他的小貓阿 他的內心世界還蠻長 對我覺得 對阿他的什麼阿 因為他覺得有人看了 哈哈哈哈 以前不發是沒人看阿 對不對 現在有人看他就會 抒發一下自己的情感 還有說發情感是另外一個帳號 哇 哇 哇 原來有秘密的帳號 原來有秘密的帳號 好賊喔 哇 內心好灰暗喔 對啊 把我們當外人阿 對啊 雙面人 另外一個帳號都在罵老闆 罵老闆娘 好硬喔 你們這些年輕人喔 他只想讓你看到 他想給你看的東西 其實我也是 你自己也有小帳號 誰 你啊 你有兩個帳號 你說IG嗎 對啊 看來我連開都沒在開 可是他都空開的 對啊我是空的 他都公開的阿 我跟他的那個 蛤我是公開的喔 你的是公開的阿 我都是公開的阿 你的另外一個都公開的阿 幹我沒在用阿 我現在一個月也開不到一次那個帳號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知道要寫什麼 對啊 不知道要寫什麼 已經沒有那種話 對 沒有那種話可以打了 人生就這樣了 人生就這樣了 對差不多了 好 結束了 ウルトラーダッシュ Z3 城主夢天堂 会社に食いぬ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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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